来看小朋友也可以做公益 行动公益家沈心灵 在今年号召全国近万名的小学生 来参与公益行动竞赛 一起来看看孩子们是如何用行动来改变周遭 改变自己 面对来自台湾各地参与公益行动的小学生们 12岁的加拿大女孩Jada分享着8岁那年 为电线杆穿衣服拯救百万皆有的经历 从退掉生日礼物换成外套和帽子 接着是妈妈与其他大人协助下回收就医 洗干净后绑在电线杆上给有需要的人自由领取 Jada没想过最初的一个念头变成行动带来这么多正面效应 不要低估孩子以及改变世界的能力 台湾各地也有小学生努力着 花莲宜昌国小临近太平洋 六年级学生某一次淨滩发现花莲的垃圾多到夸张 有了减速计划与行动 可以自我反省吧能力就是你可以在减速或淨滩的时候 然后你才会自我反省到原来我们这些所作所 我们原本看似好像很一般 好像大家都做的事情 其实会对地球造成这么大的负担 以自身做起就可以改变一小部分 透过行动自我反省给了学生们意外收获 教育部次长范旋律说 关怀他人关心环境是世界公民该具备的素养 十二年国教课刚推动再结 希望老师们记下好的方案 引领或让学生试着做做看 记者林小惠 沈志明台北报道